这是2023年香港悬疑惊悚电影的巅峰制作 内地的导演看到剧本都想逃 因为拍完绝对不能上映 自己可能还会背上官司 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 电影在香港上映后票房狂飙 剧情不仅有雨夜屠夫 还有变态杀人狂 更有巅狂的风水命力师 当然 担忧好的剧情是不够的 还需要好的演员 金像奖影帝东莞仔林家栋出演《风巅风水大师》 他精通艺学相学和风水学 自称有逆天改命的本事 导演也非常牛逼 出国的片不多 但个个都是经典 这个放到最后再说 请艾特尼的女友一起来看吧 让他害怕的往你怀里钻 坟场女人半截身体被埋在土里 泥土压得他喘不过气 但是东莞仔劝他坚持 为了防止女人乱动 东莞仔还用红布将他双手绑紧 随后开始填埋土 这时天空响起了雷声 东莞仔大喜 只要风云突变 他就能为女人逆天改命 随后东莞仔开始烧服做法 不料服刚烧到一半 阴风伴随着大雨而至 风坑被雨水淹没 女人在土下拼命挣扎 但是东莞仔一心做法没有发现 就在符纸快要烧完时 他才发现土里露出的双脚 连忙把女人挖了出来 幸好窒息时间不长 女人捡回一条命 不料东莞仔却说 法事没结束还要继续被埋 女人怒了骂特神经病 自己来找的画面 是为了让生活顺利点 不料差点被闷死 拿起铁锹给了东莞仔几下 随后不听他的劝告转身就走 而东莞仔发现火盆一杯雨水浇灭 写着女人名字的换命符还没烧完 他掐着一算是大雄之兆 今晚女人会出事 一般观众会以为东莞仔是个骗子 其实他肚子里真有东西 东莞仔的身世非常可怜 父母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病 父亲因为他没吃母亲给的活蟑螂跳楼身亡 为了避免自己重蹈父母的后尘 一次他在风水先生那里看向 得知自己命不好 便拜对方为师 并自学一经 相学等各类风水书籍 家里布满了阵法 随身携带防止神经病住法 回到女人这边 她虽然逃过活埋一劫 却不知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女人职业是一名专业服务员 住的地方鱼龙混杂 最近发生多起雨夜杀人案 受害者全身血被放干 武警官害怕凶手又出来行凶 拿着凶手的话像挨家挨户的提醒 他们雨夜不要上工 女人刚到家正在开门 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就冲了过去 将他打晕并挂了起来 随后挑开一把手术刀 一刀一刀的扎在女人身上 女人不停的颤抖 但是被胶带封住口发不出声音 正当屠夫兴奋的时候 一名外卖员按响了门铃 本来外卖是要送到802 但是由于雨水冲壶了字 他看成了702 屠夫见识外卖员松了一口气 想等外卖员少东走后再继续 不料女人正开交代 少东听到求救声瞬间愣在门口 没有报警 反而是贴着门厅里面的声音 雨夜屠夫害怕冬窗事发 一刀扎进女人的喉咙 就在这时冬管仔赶到 他发现不对拼命撞门 而少东却淡定的点燃一根烟 很享受的样子 就在门被撞开冬管仔跌倒时 屠夫夺门而出 随后将作案工具藏到附近的周铺厕所里 换了一套衣服混在人群里淡定的离开 房内血腥的场面让冬管仔不停呕吐 但是少东却非常享受 他不仅仔细观察女人伤口 还故意踩踏血液 还用手沾了血想尝下那是什么味道 这时武警官来了 他一脸诧异的看着少东 因为十年前是他把少东抓进监狱的 随后把少东带回警局做笔录 冬管仔在做笔录的时候告诉警察 之前女人找他算命 他算到今晚女人会有死结 便让他假死改命 只是没想到结局还是这样 就连女警都认为这是天意 做完笔录后 冬管仔看到少东不停地在看沾满血的血 为他算了一挂 发现是绝挂 便冲上前想为少东好好算一下 不料对方心情不好 一脚油门就走了 少东回家后窝在床里不停地用皮筋弹手 一边回忆女人的尸体越想越兴奋 忽然楼下传来猫叫 他再也克制不住 拿了一把刀就要出门 父母根本劝不住 黑猫见少东全身炸猫 少东见他居然不逃 立马扑过去 把黑猫抓进怀里 可他来不及抽刀黑猫就逃了出去 少东继续追 不料又遇到冬管仔 冬管仔又说要帮他算命 这次少东没有拒绝 也许他也觉得二人有缘 二人来到冬管仔的地方 冬管仔说少东以前肯定坐过牢 少东一听 这人真有点东西 便讲起自己的故事 小时候他被一只黑猫挑衅 拿起刀就想捅死他 不料被武警官制止 他在跑回家路上又遇到这只猫 并且猫再次挑衅 这次他成功抓住猫 并用玻璃片将它捅死 简直一幕被武警官看见 他仿佛看到了一名杀人狂 便将他逮捕 也许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杀只猫就会被抓 因为香港有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 被认定有罪的可处罚款20万 监禁三年 2021年就有一位 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博士 因为把盐撒在地上 导致三只蜗牛脱水而死被拘捕 少东在监狱关了一年 少管所待了八年 那是他一生的噩梦 东关仔突然吓得站了起来 这句话把少东吓坏了 他也想改命 因为小时候他就拿姐姐练过手 在姐姐身边放了几十把刀 姐姐一翻身就被刀子扎到脸 直接毁容 从此 少东家里除了父母都没人愿意理他 所有人都认为是少东的错 只有东关仔认为错的是天并不是人 随后 东关仔到少东家查看风水 发现家里的格局和少东的命格相克 在做了一番改动后 又来到少东家的祖坟处 发现树根入关这是大忌 他算好时间前来前坟 不料坟地被泥石流冲毁 只有一个女人的墓碑孤立在土上 东关仔看到后发疯般的冲了上去 他试图搬走墓碑 但墓碑却纹丝不动 这让他大受刺激倒地不起 原来当年他和女友真心相爱 但是他把自己神经病发挥害死女友 便一声不响地离开 这么多年他一直以为女友过得很幸福 却没想到女友因为受不了打击自杀自亡 看到女友的墓碑他大受刺激倒地不起 醒来后他知道自己精神病犯了 发现问题是出在自己鼻子上 他把这一切都算在少东身上 决定不再帮他 这把少东惹火了 帮也是你 不帮也是你 少东气得乱砸东西破了阵法 拔了东关仔中了多年的命疼 这个葫芦藤可以说是藤在人在 藤亡人亡 少东还扯下他的吊坠 烧毁他的贴身符咒 东关仔觉得自己无力回天 躺着等死 第二天早上 他发现还有一株小花 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 耐心照顾几天后 花还是泄了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去见阎王时 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 他心中一震 他认为这是死而后生 为了防止符咒再被破坏 便直接吻在后背 随后便去找少东 结果发现他在受害人的家里 不停地嗅着干涸的血迹 他一把抓住少东 把他带了出去 并找了一间房子 让他住一段时间 随后还带他去放生 晚上开始做法 不料天空中突然掉下大量死鸟 这些都是他们白天放飞人工养殖的鸟 东关仔一时间不知所措 突然发现有一只还活着 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不料一只黑猫冲过来把鸟叼走 少东怒了冲上就要杀猫 东关仔赶紧拿出镇魂铃摇了起来 结果把自己摇到抽筋 这时天空出现雪月 他知道这是杀戮的征兆 连忙起身去追少东 说来也巧 武警官刚好路过 看见少东捏着刀 以为他又要去杀人 连忙追了过去 在阴神的巷子里 少东悄悄地靠近武警官 幸好东关仔及时赶到阻止了他 他希望少东能冷静点 东关仔让他不要认输 总能找到办法解决 少东也不想输给天同意配合 东关仔布下阵法 并教少东念大悲咒 一段时间下来 少东比以前和平了很多 便外出失周助人 这天他们在失周的时候 屠夫回来找工具包 武警官也来到现场 但是他没有表扬少东 反而口出恶言 其实武警官认为 少东是雨夜屠夫的帮凶 少东气得躲进卫生间 结果无意间发现了 屠夫的作案工具 他带着带雪的各类刀具 两眼放光 偷偷地把包带回家 东关仔看到 少东的姐姐和父亲在路边 上前打招呼 不料被姐姐大骂了一顿 姐姐认为东关仔在搞事 他希望少东能被抓进去 这样他能睡个好觉 但是父亲却看到了少东的改变 坏人到底会不会变好 这其实是一件很矛盾的事 另一边 屠夫看到少东拿走了他的东西 便一直跟着少东想拿回工具 少东回家后就打开工具包 贪婪地闻着上面的血腥味 但是在看到墙上的佛经后 心头一震 克制住恶念将工具包收起 不料 隔壁的小姐过来敲门 他家灯泡坏了想让少东帮忙 但是修好后 他却贴了上去想做个生意 少东学卖喷张 他拿起了螺丝刀 但是想到自己为了改命 做了那么多努力 果断转身离开 东关仔刚好回来 看到少东和小姐便给妹子算了一挂 发现他命格是洋人透偏财 容易因财招货 妹子说自己以前确实中过头奖 但都是被家人朋友骗走 觉得什么都是别人的错 东关仔告诉妹子 60岁之前他能翻身 但是这个月就会有大劫 不过他能帮他改命 妹子听到自己会死 又要60岁才能翻身 有点身无可恋 直言会死就死好了 少东一听这话双眼充血 东关仔赶紧推着他往外走 随手给了妹子几样挡煞法器 妹子拿了一堆彩票放在法器下 并许愿自己能再中个头奖 少东回到房间收拾东西时 露出了那套杀人工具 东关仔希望他能丢掉 他觉得这是老天部的一个陷阱 二人争夺起来 就在这时屠夫冲了进来 一把扯开东关仔 然后从少东手中抢走工具包逃走 少东为了拿到工具包开车追了上去 而东关仔在醒来后迷迷糊糊的走到街上 突然电闪雷鸣 少东一下失了神把东关仔撞倒 等东关仔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就要离开 少东担心他的健康让他住院 不料东关仔却说自己福在人就没事 回到家后 东关仔为了让少东度过劫难 便在水里下了安眠药 把他迷倒装到一个铁笼里 第二天少东醒来 东关仔想到了一个办法破解沙咒 竟然是换着法子让少东自杀 少东当然不乐意 东关仔又想了一碗 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另一边 雨夜屠夫又在犯案 他在彩票店门口看见那位彩票妹 二人对视一眼 彩票妹觉得对方就是雨夜屠夫 回到家门口就打电话给武警官 不料踩进门屠夫就冲了进去 他准备慢慢折磨小妹 不料正因为他的一推 撞到了桌角的法器 小妹拼命挣扎抓起地上的法器 猛的向后一扎刺进了屠夫的脖子 本来这是逃跑的好机会 但是小妹一心想要翻盘 还要去拿今天买的彩票 也就是这几秒屠夫连给他几刀 这时追债的人走进房间 看到凶杀现场 两个大男人竟然逃跑了 屠夫拿出手术刀给小妹放血 而小妹却用着最后一点力气去拿彩票 嘴里还叫着 武警官赶到送屠夫下地狱 但是已经迟了 另一边 东管仔把少东带进停尸房 决定给他换个好人魂 在准备好一切后开始做法 让他喝下浮水 在少东的头部滑下一道血口 这样好人魂就会到少东的体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 攻击开始站不稳 东管仔认为法术已经成功 而少东也不停地点钱确认 但是东管仔发现 他的眼睛还在冒着血丝 他觉得入错魂了 在另一间房间发现了屠夫的尸体 这下他整个人不好了 这时少东睁开绳子 一把将东管仔推倒 正好沾到地上打翻的硫酸 东管仔的后背被硫酸腐蚀 他连忙用冷水去冲 结果不仅烧了衣服 还把纹在背上的符咒给烧坏了 东管仔像变了一个人 眼里充满了血丝 少东在离开停尸房后看到了武警官 他对武警官有天生的抗拒感 突然他发现车里放着屠夫的尖刀 他拿过尖刀一路尾随武警官想找机会下手 但是在关键时刻 看到一只被困在水里的蚂蚁 每次蚂蚁快要上岸 就会被滴下的水给打回去 他觉得这就是自己 每次想变好总有事情会阻止自己 他给了自己一个选择 如果蚂蚁爬出去自己就放手 否则就要杀人 可还没等他动手时 东管仔一专拍晕了武警官 并把他拖到天台 还抢了少东的刀 给了武警官一下 东管仔觉得 武警官和少东屡屡纠缠 是上天安排好的 就是故意让他俩斗 看谁死在谁手里 少东看着行凶的东管仔 他有点莫名其妙 他似乎看到了癫狂的自己 东管仔时而清醒时而模糊 一会儿要杀人 一会儿要救人 而少东这时却异常冷静 看到东管仔要动手 他抓住刀针 硬是用血肉救下武警官 东管仔说自己没有杀人 只是鬼上身 随后脱下衣服 让他看背后一被烧毁的符咒 少东一时搞不清 东管仔到底是鬼上身 还是符咒失效 或是犯了神经病 突然天空刮起了大风 乌云蔽日 少东也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好累 就像那只蚂蚁渺小可悲 他决定顺从天意 随后贪婪地 闻着武警官头上的血 突然狂风大作 吹断电线掉下一颗螺丝 少东一时间失了神 武警官用螺丝钉打开手铐 然后一跃而起 把少东铐在了钢管上 少东本能反抗 捡起边上的刀 就要向武警官扎去 突然东管仔大叫起来 吸引了二人的注意力 原来东管仔 之前种下的半截断秧 生出了新根 他终于明白路是自己选的 而少东也回想起当时的事 如果当年刻着住 自己没有杀猫 那也不会被关进监狱 会有另一种人生 想到这里他开始误了 选择从来都是多项的 他放下屠刀对着天喊 路从来都是自己选的 有时候只要克制 就能过上不同的人生 最重要的还是戒谈戒赌戒躁 最后武警官放了少东一马 而东管仔也住进了精神病房 少东经常会去看望他 在回去的路上 少东又看见那只炸猫猫 他主动蹲下身示弱 不论猫是否挑衅他都淡定的离开 这也意味着今后他能从容的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命案虽然是一部悬疑惊悚电影 却处处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生活 除了少东 彩票妹的预警也很精彩 作为观众也许会觉得他死不足惜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和他一样 放弃美好去追求利益 最后输得一塌糊涂 虽然有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 并把这个结果怪罪到别人身上 另外 武警官和少东的姐姐对少东存有很大的偏见 都认为他不可能会改过自新 坏人是否真会改过自新 我想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话题 也许我们不用管最终结果 只要在他做对的时候 给予表扬和鼓励就好 命案的导演郑宝瑞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 但是他出的片可不一般 例如机动部队 神探等在豆瓣上都拥有高分 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另外 你们觉得这是一部迷信的电影吗